- 連假第二天現在是午餐時間 不知道大家吃飽了沒有 不過我們發現牧場這邊 有人也是肚子餓了 來看到這邊可愛的小山羊 他們大家通通都把脖子給伸長 幾乎要把頭都伸出欄杆了 來很熱情的吃紅蘿蔔 因為大家可能都已經是 遇到午餐時間 大家都餓了 而且感覺上超熱情的 大人小孩也都玩得不亦樂乎 而另外一邊這個戰況 同樣很激烈 五隻小小豬一口氣的往前衝 一關通過一關 帶大家來看到他們小豬比賽的 心裁畫面 第三關我們就考了 小豬的後腿的肌狀 我現在就聽到我做觀察票 來自小豬的肌肉 小後腿的肌狀有漏 我現在考了這兩塊豬 我們的好愛 豬的後腿下火 如果加速的動作 我同時去倒數 余三關 不過大家可不要小看這個小豬比賽 因為其實他們通過這個 重重的障礙 可是考驗小豬們的體力 光是像這個獨木橋 或者是這個上下坡道 都要考驗小豬的體力 以及後腿的能力 所以代表說這些小豬們 也是同樣受到很好的照顧 在牧場這邊動物都相當的健康 而民眾 大家也都替自己心目中的小豬來加油 現場相當的熱鬧 好 好 好